国道3号死亡车祸 深色旧车被撞到变形 整台车面目全非 红色上衣女子钻进副驾驶座 试图救出受困的姐弟 因为车内男子是他的男友 但无奈车子变形太严重 人卡住拉不出来 男子的妈妈听闻二号 至今还无法释怀 默默流泪一旁儿子女友全程陪同 不时拥抱交友打气 其实他目睹整个过程也相当难过 死亡车祸发生在国道3号河美路段 195点1公里处 15号下午5点多 姐姐开车在弟弟与女友 送朋友回家一途中 没想到遭遇死结 死者李姓男子 从事台积电外包化学工程师 之前兼职坐驾站时 曾被骗170万元 后来透过财务规划重申 生活才要好转却意外丧命 房贷有600万 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有50万的债务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出发 一定要告 这个我已经有跟律师商量 是两个家属 我真的没办法接受 他原本是家里的资助 他不能走 而且讲真的 我十几年前 我小弟也是过世 他是骑机车出去 然后也是被三顿半的车子撞到 那时候也是脱差了100多公尺 所以才会很严重 家属悲痛难以接受爸爸应病过世 小弟也因为车祸离世 如今一家的经济来源 四弟三姐也被撞死 一家人支离破碎 三一兄们组组合报道